海外游子 三五知己 细品人生见闻 畅聊潮流行之 老树邀您一起 自驾穿行 分享美食美景 共同记录这闪亮的日子 我们之前是准备录一下 聊一聊你在蒙特利尔是吧 对蒙特利尔 留学的经历 但是现在下周就要回国 比较快 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录一下 然后聊一聊在加拿大的一些体验 在这边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成 这边用英文名字吗 不用英文名字 不用英文名字 就用成这个名字 用成 那时候上学的学生也叫你成 对 都叫你成 对我就一直因为就没改过 所以从上学到工作都用这个名字 也比较简单比较好记 怎么决定出国的 当时本科毕业就想着 就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嘛 所以决定要出国 然后是在哪留的学 在蒙特利尔 学什么专业 学的是建筑工程 几年是研究生 三年吧 两年多 就是因为是研究型的硕士 所以就通过答辩然后毕业 毕业以后然后就做了建筑方面的工作 对 然后在多伦多找的建筑咨询方面的工作 就从那个蒙特利尔回来的 对从蒙特利尔搬过来 那在那边还得学法语 对在那边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 那边是一个就是偏向于法语的 法语为主的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生活当中更多的要有一些法语的 法语的基础吧 对 还能更好的融入 那你在那边有法语考过试 没有考过试 但是在学校里上的这个法语的课程 然后跟着课程会有一些小的测试 那在法语区学习的感受和经历讲一讲 好 我觉得就是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就是实际上在蒙特利尔 他的整个文化的可能和这个稍微有一点 就是欧洲的这个气质 所以就是能让你体验不同的这种人文的风情吧 而且对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来说 主要是一个移民国家 然后你也能更多的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还有去了解他们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 学生在蒙特利尔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对 而且大家都说法语那些特别浪漫之类的 对 其实法语你如果真正的去学习它的话 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挺优美的这样一个语言 那你学法语是到什么程度了 我学了很基础的一个程度 就不太 就是 对 其实和英语有些不一样 它的语法 包括词汇有些更复杂 所以就学了一段时间 感觉还不足以能够帮助我去 在日常当中去灵活的运用 所以才搬到多人多 是哪年来加拿大的 16年 16年秋天 16年秋天 对 就是9月之类的 对 8月底就是开学前 对 然后来之前对加拿大和这个蒙特利尔多人多了解吗 其实了解的不多 了解不多 对对对 是 然后出国以前最喜欢哪个国家 其实就因为出国前 对很多国家就都比较陌生 对 其实只要是不同的文化 我都很有兴趣去了解 我觉得加拿大作为北美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代表 还是 还是挺好的 整个这个生活还有人文还是不错 然后 现在呢 现在有没有 最喜欢哪个国家地方 现在 现在 中国想回国 多长时间回一次国 出来这段时间只回过一次国 只回过一次 对对 就过年还是吗 对过年的时候 然后 那现在 出了国了四四五年 对五年五年时间 那和出国之前有什么不同 想法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让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你可以至少经过这几年的锻炼 你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的去适应一个怎么说不同文化的一个一个国家和环境 让你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独立思考还有生活能力上有一个提高 那未来的打算还有努力的方向 未来的打算还是希望能从事就是本专业的工作吧就是建筑类的工作 然后是女朋友是去年回的国 对去年回的国 然后和她是在这边认识的还是在这边上学认识的 那挺好 分享一些在加拿大就是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开心的地方或者是 觉得这边可能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一点吧 对 然后大家都很 就是在生活方面是比较 比较享受的就是因为这边冬天很长 然后大家会比较怎么说去把握夏天这样一个短暂的这种阳光明媚的时光 会在外面去走一走啊 然后在路边喝一些咖啡体验一些美食 我觉得是这边的生活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分享一些有没有这边就是觉得不如国内便利啊或者干嘛的地方 不如国内好的地方 这边的话那其实一个是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文化的融入吧 就是对于我们常年就是都在国内这个出生 然后接受教育发展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难融入这边的 当地的一个文化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 然后那不是说北美啊加拿大这些他不是说讲究的就是说的就是什么多元化之类的 对对是多元化那可能更多的就是你想到融入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你还需要一点一点努力吧 嗯 然后那回了国了会还会再回来吗还是彻底回国 呃这个其实还还没有想好 嗯 想先回国我觉得国内现在发展的很迅速 然后经济生活方面其实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觉得是所以我想先去回国呃工作尝试一下 对 然后呃 呃 四年前的中国是不是和现在也挺不一样的感觉 呃 对 但我觉得可能通过这次疫情吧 然后让大家对中国更有信心了 然后对中国这个发展 怎么说就是让全世界的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吧 就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中国的这样一种这种强大的能力 这么多年的一种发展和积累 对 那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之类的 平时打球 打球 哈哈哈 是是有外号那个小区哈登之称吗 哈哈哈 你是最喜欢哈登吗 呃 那你有哈登的衣服 对我也有哈登的衣服 那也有那个科比那些的衣服啊 对都有 啊 将来如果疫情结束啊什么的 最想去哪个国家或者是中国哪个地方旅游什么的 啊 我觉得现在中国疫情已经很很其实已经解决了很好 我觉得在中国旅游应该不是问题 是 如果以后如果疫情好的话我可能会去国外吧 到美国欧洲去转一转去旅游啊 啊 美国比如想去哪 美国 啊 我觉得在这里纽约很近但没有去纽约有点遗憾 哦 纽约现在不是也很乱吗 是是对啊 所以不太敢去 对 然后那个现在买机票贵吗 现在回国的机票不是很贵 啊多钱大概 啊 我当时买的是900多刀 那还可以哈 是 然后是回哪个城市啊 我 我是天津的 家乡是天津 对回天津 然后那些你在这边东西都收拾了 然后 对 就该转卖啊或者该干嘛都处理了 啊 还在这个这个进行当中啊 挺多东西的要处理 是下周末的飞机 对 下周末啊 提前多久订机票啊 我提前一个月吧 啊 然后回国心理上做了什么准备吗 心理上其实比较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和朋友家人也都聊过了 什么比较早是提前多长时间 提前几个月的时间 啊 对 我觉得女朋友先回国是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吗 啊 是 然后最近在国内在找工作在网上吗 啊 还没有现在看但还没有开始申请 还没有开始申请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有一些手续要处理 然后后面都处理完了 有时间去准备面试了 然后再开始去去申请 那投简历的话是着重挑一些公司还是挑一些城市 都会看吧 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大城市吧 对就是北京 北京上海或者天津 啊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个你有可能会去哪个城市 我也不知道 其实还是 就这三个城市其中一个 应该是 对 回国就是有什么 就是觉得特别期待的地方 开心的地方 对主要是期待可以见到父母啊 家人还有朋友 对 我出来这么多年 虽然现在就是手机很发达了嘛 随时都可以聊天啊 视频 我觉得和这个就是面对面见面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对 四年五年在异国哈 对 有什么感受 啊 这一个阶段 给这五年 这五年 我觉得 首先是在我的这个生活能力方面 对自己是一个提升的挑战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我很努力的去学习 然后拿到了Master的毕业证书 然后又在这边通过自己努力找到工作 嗯 有这么一段就是工作的体验的过程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吧 然后也希望对我未来回国的生活是有所帮助的 在这边找的就是本地人的一个建筑公司 对 然后最后是辞掉工作 对是 毅然毅然辞掉工作 对 毅然回国 毅然回国 对 这么坚毅 很坚定 很坚定 为什么不继续工作 对 就因为已经决定好要回国 所以就 就是你什么 在这个工作 工作了多长时间 在这个公司 就从去年年初开始 一年零八个月 对 那是决定回国 是什么时候 决定回国 就几个月前吧 对 那就是 就是不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 对 对 为什么 就是 其实在这个工作还不错 然后同事啊 各方面 然后工作内容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对 但是既然决定要回去 所以 这边还是要这个 毅然 毅然辞掉 特别是挺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 比如同事啊 各国家都有 对 是不是各种 对 东南亚人或者是欧美人 都有 嗯 但我觉得没关系 就是 其实和同事 他还会有 还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 关系和联系 就即使回国 如果以后再回来 我觉得大家还都还是朋友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女朋友啊 这个在国内 嗯 你朋友包括家庭啊 然后 可能也有一方面是对于我未来职业的这个规划 我觉得可能回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是不是这边就业市场也会没有国内那么发达 经济啊发展速度之类的 其实因为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这边发展吧 就可能对国内没有那么的了解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回国有一个有一个亲身的一种感受和任务 对 都对年轻来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人生当中很好的一段旅程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你的身心或者是你的行走的脚步有一个总要在路上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都可以努力 然后怎么说呢追起到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 新疯了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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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 I wonder 什么时候开打篮球的 什么时候 很小 初中吧 初中 对 你还做别的运动吗 别的运动 也喜欢健身 然后打网球 那个曼波是不是退了没 还有半个月 就退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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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